字幕志愿者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九月十三号的崇拜 我是Matthew 真的很久沒見過大家,不知道大家最近怎樣呢?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仍然有著健康的身體 繼續滿有神的恩典,靠著神去過我們的生活 希望大家能夠藉著網絡,你的電話 去繼續與弟兄姊妹,與你的小組團啟 繼續有商交的時候 好,就讓我們一同專心地敬拜我們的神 讓我們一同放下我們手上的工作,來等候神 讓我們一同讚美祂,去聆聽祂的話語 好,就讓我們一同低頭禱告 慈悲傳良的天父,我們來到你面前,苦福敬拜你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動盪,在短短這半年裡 我們經歷了從來沒經歷過的一個全球的大瘟疫 跟著也有警民的衝突,暴動,搶劫 近期又加上加州的山火 我們根本就想不到會有這些一切的變遷 我們見到這個世界,我們不能夠依靠 我們也不能夠依靠自己 今天告訴我們 我們聽,唯有你是我們的盆石 是我們的拯救 是我們的高台 我們必不動搖 我們的心要依靠你 就求你每時每刻提醒我們 在我們生活,行為,心態的裡面 要敬畏,依靠你這位永生的上帝 我們今天對你的敬拜 求你越纜 通告奉主的壽命求 阿們 《喜斯篇》第六十二篇 第五至第六指的記載 我的心呀 你當默默無聲 尊等候神 因爲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唯獨他是我的盆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台 我必不动摇 起圣经这里叫人要安静 不单止是叫我们要静默无声 圣经这里所讲 是人要来到神的面前 带着一火 敬畏仰望的心 去期待从神而来的说话 从神而来的盼望 走自一个平民来到往的面前 立刻要缩言起敬 留心要听黄所讲的 就让我们用以下的一首诗歌 来到去静候 今日神要对我们的说话 静候恩主 万年葬开 神道你照我心生存 将神清风 透我心窝 除掉黄色的雪楼 静候恩主 万年葬空 神道你照我心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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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神清风 透我心窝 除掉黄色的雪楼 除掉黄色的雪楼 千万里面 解开我腰困 将欠你大能 更生我里面 似我美丝 躁在我的心不变 Zither Harp 静候人主 万念重开 神道你照我深深处 赞神清风 透我心窝 却掉黄色的雪我 主请你进入我心里面 解开我妖怪 将欠你大量 根深奥里面 似我美线 藏在我的心里面 藏在我的心里面 解开我腰困 抢献你大难 更深我里面 似我未先 从在我的心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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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万有都是出于他 值着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于他 直到永远阿门 就让我们用以下两首诗歌 将一切的荣耀中间都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回首尊重 只为知性尊贵 愿责任 独有尊美善的真体 你是永远 至美尊重 万有都归于你命下 回首尊重 只为知性尊贵 愿责任 独有尊美善的真体 齐向你举手传扬 上的几身与十佳 同众你深厚大爱 建为我被大荆棘冠冕 愿是你一颠降临 众山海都震撼 呼应若我灵 为你高 天风之城 总赞到万世 深厚大爱 混费 画家 你宙永远 至美尊重 来 别人厅 我寻找你了 一个人历實 你宙永远 至美尊重 你 Colleen 右手伯 万有都归于你名下 背首传众 只为知性尊贵 愿赞扬 独有诸美善的真体 齐向你举手传扬 神的牺牲与十甲 同葬你胜口大爱 敬为我被大荆棘冠冕 愿是你恩典光临 众山海都震撼 呼应让我宁 为你高 天风之城中赞到万世 齐向你举手传扬 神的牺牲与十甲 同葬你胜口大爱 敬为我被大荆棘冠冕 愿是你恩典光临 众山海都震撼 呼应让我宁 为你高 天风之城中赞 齐向你举手传扬 神的牺牲与十甲 同葬你胜口大爱 敬为我被大荆棘冠冕 愿是你恩典光临 众山海都震撼 呼应让我宁 为你高 天风之城中赞到万世 让我宁 为你高 天风之城中赞到万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名字 刻画在你心中 我的念口 身影在你眼中 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 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岸田 虽然有时我会跌到弯弱 你却一直保佑不放弃我 用一次爱紧紧的拥抱 我赞美你宝贵喜表达 为了你陪的所有的赞美 一切尊贵荣耀 祝你的世家是我家翅膀 你是我珍贵的主 耶稣 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 我的念口声音在你眼中 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 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岸田 虽然有时我会跌到软弱 你却一直保佑不放弃我 用你是爱紧紧的拥抱 我赞美你宝贵喜表达 我赞美你宝贵喜表达 你是我珍贵喜表达 你是我珍贵喜表达 唯有你陪的所有的赞美 一切珍贵荣耀 祝你的世家是我家翅膀 你是我珍贵喜表达 你是我珍贵的主 耶稣 我珍贵喜表达 我珍贵喜表达 唯有你陪的所有的赞美 一切珍贵荣耀 祝你的世家是我家翅膀 祝你的世家是我家翅膀 你是我珍贵喜表达 你是我珍贵喜表达 唯有你陪的所有的赞美 一切珍贵喜表达 一切珍贵荣耀 祝你的世家是我家翅膀 一切珍贵荣耀 一切珍贵荣耀 你最后一切珍贵荣耀 三一种 一生年安门 我就让我们一同低头围到献金祷告 爱我们天父上帝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万有都在你手中 因此我们为此作上赞美 我们愿意去归向你 我们现在将我们的心 和一部分从你以来的金钱都献过给你 求你亲自越纳 亲自的使用 祷告奉祷救主耶稣得胜的名义祈求 阿们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 愿我们更多 以祷告去倚靠我们的神 天父 你明是多么美 永远 永远遍全地 在祷告量身 静估你的命 天正 我沉默主坐前 你已尽作我虽然 无用得便宜 无用得便宜 在祷告前 你已尽作我虽然 明天楼继续 你已尽作我虽然 祈祢的国降龙 也愿祢只以行在的手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 求祢指给我们 免我们的势 如同我们 免去人的债 今天我求问主的国 求问主的义 黄的旨意 愿让光遍地将写 愿人道主 祢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龙 也愿祢只以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 求祢指给我们 免我们的势 遇到我们 免去人的债 祢指给我们 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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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平的旨意 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 求祢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去人的债 我们在贴上的苦 愿人都传你命为胜 顶姊妹 现在我们会去到神私音宝座前面 一同的来到向主祷告 在祷告之前 我有四幅的图片 来到跟大家一同来到看 这四幅的图片都是最近一个礼拜 我们加州所经历的大火 一些很现实的图片 其实给我们知道 我们实在处于一个极之不尋常的日子 我们一起祈祷 慈悲怜悯的天父 我们众弟兄姊妹 透过网站 我们亲眼观看到刚才一些图片 无论是我们 无论是我们好像这些临近火灾的人 亲身经历 或者我们比较离得远一点 但是因为大火所带来空气的污染 都令我们有不同程度的不安和恐惧 天父我们实在是看到 人的祭遇 我们每天的时候 是会顺色即便 实在是没有把握 我们真的需要主 你自己念吻 诗恩 看顾 天父我们也都是 见不到 在两天前 在九月十一号 在十九年前 在美国国家 一个极之痛心 危难的日子 因为是九一一事件 当时我们见到 很多人生命死亡 灭到很多人的一生 被改变 在国灾难的日子里面 我们见到人选择 寻求上帝 天父我们也都求你 在今天 九月十三号 2020年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 的灾难的灾难 的不稳定 来到同样的催逼我们 来到你的面前 为了得联敏 蒙恩慧 作随时的帮助 来到呼求 求主吸引 甚至改变 那些未认识 但是愿意去追寻 永生的主 的人的生命 天父同样的 我们知道 在我们教会里面 有肢体 身体的圆弱 主我们继续 祭念 蒸文弟兄 因为神 祂出了入 医院的 急症室 都事后 身体 结枝的痛楚 主我们实在 不知道 祂 在你面前 神 你容许 祂要经历的事情 但是 神 我们大胆地求 就是 你 念 吻 医治的手 每一天 去拖大 祂 用你 犧牲的大爱 去包围 祂的家人 Esther 和Elizabeth 让他们 在这个 困难的日子里面 经历到 主 你是他们 不离不弃的神 如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身边 有其他的弟兄姊妹 也都有身体的圆弱 有很多 我们根本不清楚 没听闻 但是 神 你全然知道 每一天都提见 我们就求神 你自己 很实在的 透过 肢体 来到 去关怀 帮助 鼓励他们 天后 我们不单止 有困难 但我们也都有 高兴快乐 的时候 我们为到 在 这段的日子 困难 带来 福音的过效 我们为到 有人因为 生活的困难 环境的动荡 他们愿意去寻找 你这位 永恒不变的主 我们为到 有人 归向耶稣基督 我们为他 献上感谢 我们为主 你的角度 得到抗张 我们一同 与天上的天使 欢喜快乐 求主 你 改变的灵 继续来到 去帮助 培育 和 阻拦 撒旦的工作 求主 你恩待 如我们 今天 在这个 敬拜的里面 听到 神 你要对 我们 说的 说话 透过 那么多 前书 你让 我们 明白 你赐 过 给我们的 恩典 和恩赐 有一定的 作用 让我们 晓得 如何 选择 使用 你给我们 这些的恩赐 听我们的 祈祷 交托 和 仰望 是奉 主耶稣 基督的 名字 而祈求 Amen 很快 时间 觉得 现在 已经进入 2020年 最后的一季 九月 今年 可能对我们 每一个人来说 是一个 很特别的年 特别的原因 是因为 很多 令人难以 想象的事情 发生 令我们 有时 手足 无措 但是 会想 很多人 如果 包括我自己 在内 如果 是在 香港 这个国 这个国的 土地 来到 美国的话 在 一个年 叫做 2003年 这个年份 里面 对很多人来说 不知道 有一个什么回忆 其实 那一年 在香港 这个地土 是一个 极致 令人 伤感的年度 因为那一年 香港 只是 被SARS 这个病毒 带来了 令人 极度的恐惧 但是 在这个年度 年度的里面 香港 同样 出现了两件 令人很震惊的事 我想让大家 看看 这个短片 2003年 香港出了 两个香港女儿 一个是在 SARS疫情中 殉职的医生 借阮民 另一个就是 梅艳芳 现在 借阮民的名字 已经很少人提起 各种纪念 梅艳芳的活动 还是此起彼落 医护人员 对于SARS的了解 非常有限 但是作为一个 胸肺专科医生 面对这个 呼吸道感染疾病 阮民深知自己 责无旁财 他回来 还说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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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排前 一組人 他们都很好 全都很好 今天才接收 他们公开 正确就是这种病 4月3日 阮民开始发现 自己有被感染的迹象 突然接着说她发烧 说她发烧 我这一刻叫做很呃炎 因为我们不想发生事 发生了 入院超過十天 阮民對藥物的反應不理想 病情急轉直下 我每次打電話 他都立即自己聽電話 但那次打電話 就要飛到電話台 要等了一會兒 他才回覆 回覆的時候 他開始聽到 已經不是平時那種 開玩笑的聲音 就好像 他說 肺開始 辛苦了 呼吸 還可以回覆多了 請我們為他祈禱 在神裡面 他明白了一些事情 其實已經不是那麼恐怖 反而他開始看到 他永生的盼望是哪一邊 李文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1995年他聽信福音 得著一個永生的盼望 還在2000年9月16日 受證歸主 因為最後那個電話 那天5時半 他跳起可能也很速 他第一次先給了我電話 他說 哥哥 你多點打電話給媽媽 關心媽媽 然後他又再給我電話 剛剛5時半 他說 媽媽 我要進去生肌治療 你不要怕 說兩句 你不要怕 說兩句 你不要怕媽媽 我一定會出來 說了兩句 你不能說 以後這兩句話 你永遠都聽不到他的聲音 我會想跟你說 你不要怕 這首歌 她是一首歌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我們在這個短篇裏面 發現好像剛才所講的 這兩個香港的女子 鄭婉文和梅艷芳 其實在他們的生命當中 他們都做了兩個截然不同愛的選擇 在當中反映出人生價值觀的差異 我盼望神透過今天我們要看的經文 《歌文多前書》十四章一到二十五節 來挑戰你和我 在現在2020年 我們在COVID-19疫症恐懼的時刻 面臨大火 面臨生活上人與人之間的不和 種族的歧視 我們應該在生活上 如何做不同的選擇 應該有什麼標準 包括我們在神的家裡 如何使用神賜給我們的恩賜 以致我們能夠活出神的心意 所以我今天願意和大家看這一段經文 我用了最新的和學本 2010年的版本 所以你們可以看二十四章一到二十四章一到二十五節 所以你們可以看二十四章一到二十四章一到二十四章一到二十五節 使教會得做就 那一個做先知廣道的就比他強了 弟兄們 我到你們那裡去 如果只是講謊言 不用啟示 或者知識 或者預言 或者講道 教導 或者和你們講解 我對你們就沒有什麼益處 就是連那些有聲 而沒有生命的東西 好像燒 琴 發出來的聲音 都沒有什麼分別 怎麼知道所吹的、所彈的是什麼呢? 號角吹出來的聲音 如果不清楚 誰會預備打仗呢? 你們也是這樣 如果用舌頭說 聽不懂的信息 怎麼知道所說的是什麼呢? 你們就好像向空氣說話 世人有很多種的言語 但是沒有一樣是沒有意思的 我如果不明白那種言語的意思 講的人 就以為我是未開化的人 我也都以他為未開化的人 你們也是這樣 既然你們切募屬靈的恩賜 就當追求多德做就教會的恩賜 所以 那個講謊言的 就當祈求有翻譯謊言的恩賜 我要用謊言討告 是我的靈在這裡討告 但我理智沒有什麼效果 我應該怎麼做呢? 我要用靈討告 也都要用理智討告 我要用靈歌唱 也都要用理智來唱 不然 你用靈討謝 那一個坐在座位不通謊言的人 既然他不明白你在這裡說什麼 他怎麼能夠在你感謝的時候說阿門呢? 你的感謝當然是好 不過不能夠造就別人 我感謝神 我講謊言 比你眾人還多 但在教會中 我寧可用理智 你講五句 教導人的話 強過講一萬句謊言 弟兄啊 在心智上 不要做小孩子 不要做小孩子 但在惡事上 要做嬰孩 而在心智上 還要做大人 律法上這樣說 主啊 我要用外邦人的舌頭 和外邦人的嘴信 向這個百姓說話 雖然如此 他們仍是不聽從我 這樣看來 講謊言的 不是為信的人做標記 而是為不信的人 所以 全教會聚在一起的時候 如果都是講謊言 偶然有不聽懂謊言 或者不信的人進來 他們都會說你們發了傻 但是如果每一個都在用先知說道 偶然有不信或者不明白謊言的人進來 他們就會被眾人勸誡 被眾人審問 他心裡的隱情就會被顯露出來 就必將他的臉伏地敬拜神 宣告說 神真的事在你們中間了 願神祝福讀的和聽的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題目叫做愛的選擇 在這25節的經文裡 我們用兩個大段來看 第一 只是前面的第一節 我們會看選擇我們的心態 第二 會由第二到25節 我們會講選擇究竟為了什麼目的 我們會分開四部分 我們會看選擇有什麼對較 選擇這個對比當中的例子 最後講到原來這些選擇 是分開對信徒和不信徒有的影響和功用 所以我們先看選擇的心態 選擇這個心態裏面 保羅寫給過很多教會 他這樣講 他說你們要追求愛 因為前面有十三章我們已經看過 講到他給他一條更妙的道路 更高的道路 就是講到原來生命的裏面 不是只是著乎用一些神給我們的工具的恩賜 但是很在乎我們生命的內涵 所以講到他說你一定要在生命的裏面能夠有愛 但是他說除了這件事 我們不能夠活在一個 只是說內在 而沒有因為內在生命的改變 而彰顯到外在 能夠運用神給我們的恩賜的機會 所以他說 第十四章第一節說 你要追求愛 但是也要切募屬靈的恩賜 在這裡講切募 切募這個字很特別的 其實在保羅用的時候 他有總共五次 我都打了給大家 他裡面講到都是用同一個希臘文這個字 在十四章第一節翻譯叫做切募 但在那麽多前書十二章三節一節 他這樣講 他說其實你們要喝募 那個更大的恩賜 現在我還要把更奇高超的道路 他說我們不單止切募也渴募 這個同一個字 然後在十三章第四節 《愛》的一篇裡面 他說 愛是行狗 又有恩賜 愛是不疾道 愛是不自家 不張確 在這裡 同一個希臘文 他翻譯為疾道 接著在那麽多前書十四章三十九節 他說 所以我的弟兄們 你們要切募作先知講道的恩賜 但不要禁止講謊言 同樣講切募 最後在啟示錄三章十九節 他說我所痛愛的 我就會責管他們 所以你們要發熱心 也都要悔改 原來保羅說 神給到我們一些工具 我們叫做恩賜 這些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找的 而是神很恩典年吻地給我們 但是這些東西 我們不可以覺得 日可有可無 事事旦旦 神說我們的心態要兩方面 好像剛才的翻譯 我們看的這五節的經文裡面 講到原來有正面和負面 都是說什麼呢 都是說很火熱 很迫切 沒有了它不行 要很緊張 很渴慕 但是負面來說 就是這些東西 他講疾度 就是什麼呢 不可以容許有其他的東西 滲在當中 就是說這個東西 我們不可以忽略它 如果我們要用的時候 我們就好像很恨一個人 恨到火睫眼 疾到 為什麼 這個東西很重要 所以神說 對於欣慈 我們要選擇 去追求 不要 掉如狼當 沒有什麼所謂 所以要切募 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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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吧 用不用 都沒有什麼所謂 所以那個心態 其實代表我們的價值觀 剛才看的短片裡 講這兩個香港女子 你看到 鄭婉文 一個屬付神的兒女兒 她很迫切的 願意存心的 用愛 做了一個抉擇 在她的崗位上 作為一個醫生 願意走到前線 願意關懷 有SARS的病人 到最後 將自己的生命擺上 她可以選擇 不做 但是她選擇 去做 另外一個女子 叫做梅艷芳 當然我沒有放她的短片給大家看 但是現在 當你認知梅艷芳的話 梅艷芳在她有癌症 最後的一個月 她在香港開了八場的演唱會 她最後說 她唱了一首歌 她這首歌 她說代表她的愛 對於這個舞台 對於她的觀眾 對於她的聽眾 對於她的聽眾 她選擇了舞台 她選擇了人的掌聲 那時候 我們做每一件事 那個選擇 其實代表我們內心的心態 很久在這裏提醒 過不多的信徒 也都今天提醒你和我 究竟在我們的生命裡 特別在現在的環境 恐慌 火災 人與人之間的不和裡 我怎樣去選擇 我有沒有迫切感 迫切的 用神給我的 恩典 和詞語的能力 和恩賜 你都去服侍她 並且 我周圍的朋友 和弟兄姊妹 接著用了很長篇的 由第二節到二十五節 寶樂給我們看見 原來選擇的心態 背後是要達成一個選擇的目的 選擇的目的 我盼望跟大家用四個角度去看 第一 是由第一節的下半節 到到第五節 在這裏講到 原來是選擇 因為這裏是講恩賜 神給的恩賜 他講到原來 在過不多教會的裏面 弟兄姊妹為了神的恩賜 有很多問題出現 他就用五節的經文 做一個對比 這個對比 讓他們認知到 原來 當我們選擇 用某一類的恩賜 神賜瑜的時候 我們叫喝球的時候 背後 是有一定的原因 這裏他特別講到兩類 因為在當時過不多教會 特別去增執的 或者特別要去追求的恩賜 在這裏他這樣講 他說 我希望你切勿要什麼 是先知講道的恩賜 但是 在當時那麽多教會 他們很追求 很迫切的是做什麼 去追求講謊言的恩賜 如果他只是想這兩個恩賜 因為他只是想這兩個恩賜 因為他只是做對比這兩個恩賜 這兩個恩賜的時候 你會覺得 兩個都有一些特點 同類的特點 就是什麼呢 都是很顯眼的 講道 站在人的前面 講謊言 亦都在眾人當中 而且是什麼呢 很受人注意的 因為好像現在這樣 大家看見姊妹 透過網站 你會看見我 因為我站在那裡 大家的眼睛都金金地看著我 很受人注目的 這兩個恩賜 都是所謂的什麼 鋒芒不露的恩賜 那麼在這個角度裡面 他說 我們都要追求 但是這兩個恩賜 有所不同 第一 我們先看講謊言的恩賜 在這五節的經文裡面 他說 其實講謊言的恩賜 是跟神講 他說你其實是跟神講的 做什麼 是造就自己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在屬靈的生命裡面 你在神的面前 有一些被靈感動的經歷 你在你討告 在你讚美的時候 你會說一些什麼呢 你會說一些話 不是人能夠明白到的 因為他在這裡這麼特別的說 他說 你說的時候 因為沒有人聽得懂 也為什麼會沒有人聽得懂 因為聖靈 在你的生命裡面 讓你說各樣的傲備 這段經文其實是非常困難 我自己也不是說完全的曉得 但是 當我自己在這裡思考的時候 在這裡做研究的時候 我深信 在這裡講到 追求講謊言恩賜的弟兄姊妹 在當時 過很多教會裡面 他們就很盼望 很迫切 也都很享受 這個和神密切的關係裡面 被聖靈充滿 能夠說 不是他平時說的言語 說的言語 甚至人都聽不明白 這個人可能是由各國各地的人 因為通常說 說謊言的時候 我們說是說一些其他國家 我們自己不懂的言語 神靈感到我們 我們可以說 我不懂得說法文 突然間神靈感動 我可以說謊言 可以說法文 他說的這個謊言 我相信 因為人聽不懂的 但是聖靈給他的 讓他明白 讓他奧秘 我就只會想到 一個什麼呢 就是《江南傳書》的十三章前面 因為第十三章第十一節說到 他說我如果能夠說萬人的謊言 並且什麼 天使的話語 相信這裡講到 他說謊言的時候 其中一個的恩典 在這裡的彰顯 就說 他講一些說話 好像是天使的說話 但是保羅很特別的 重複又重複說 在一到五節裡面 他說 但是這些事情 其實是同神講的 只是做就自己 因為其他人聽不明白 所以對他們完全沒有任何的幫助 反之呢 他說 我們要特別渴求的是什麼呢 他說 我們要切切的渴慕 這個淑寧的恩児 在第十四章第一節說 特別是什麼 做先知港道的恩児 因為他說 做先知港道的恩児的重點是什麼呢 他說 是對人說的 就是對在這裡聽到 講到 神的信息的人說的 而且 聽到的人 他能夠造就 因為 神的話語 能夠給他們有安慰 和勸勉 就好像我們剛才的討告 盼望神的話語今天 無論你經歷什麼情形 神自己的說話 能夠有形有體 能夠在你生命裡面 讓你見到這位神的信實和慈愛 而讓你在困難的日子裡面 你能夠得到安慰 而在你無能力向前走的時候 神的話語 能夠賜過你足夠的恩典能力 勉勵你繼續走下去 所以他在這裡說到 先知港道 不只是說預言將來發生的事 更加是將神的心意 要我們明白 他是一位怎樣的神 要我們明白神 要我們每日怎樣生活 這些的旨意 來去解釋清楚 以致弟兄姊妹能夠明白 聽從 聖靈在生命裡面改變 所以他們的生命 也都代表教會的生命 就能夠得到造就 所以在這裡 第一節到第五節 原來恩賜的目的很簡單 講謊言的 如果神給我們這個恩賜 是跟神講的 只不過一個個人在神面前 一個很熟靈的經歷 但是造就不到人 反之的 講到的恩賜 是以造就人為主 然後 保羅很特別 在第六到第十二節 在那裡 他就特別講到的 他的著點是什麼 他講了兩個恩賜的對比 他說這兩個恩賜的對比 他就很詳細的 用例子 來解釋 為什麼謊言的恩賜 造就不到人 因為在這裡這樣講 他說 第六節 他說 弟兄們 如果我去到你們那裡 只是講謊言 不用啟示 知識 預言教 就是我不用先知講道 不用神的話語來做教導 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你只聽到 好像 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的時候 他用了 三個的 例子 來給我們看見 如果有講謊言的恩賜 對我們沒有什麼作用 沒有什麼作用的意思是 造就不到 弟兄姊妹 第一 他講到惡氣 這一切都是講到什麼呢 在樂器裡面他講什麼呢 他講 燒 琴 他說這些都會發聲的 好像這樣 我沒有學過燒 你沒有學過琴 你現在叫我去做 行不行 行 有沒有聲音 有 好不好聽 不好聽 是吧 為什麼呢 因為我唱不到那個調 我不懂那個韻 所以任何的樂器 都可以發聲 但是是什麼呢 是噪音 我們不能夠共鳴 我們不會被他感動 所以意思就是說 神有沒有給我們恩賜 我們 有 但是如果我們在用恩賜的背後 裡面 不明白 當我們選擇恩賜的時候 不只是濫用 而是要懂得其用 他說謊言的恩賜 是發聲音 但是對旁邊的弟兄姊妹 沒有什麼幫助 如果沒有翻譯 在這裡 他說就好像琴和燒一樣 只是發聲 很吵吵 第二 他講到 講謊言 而沒有翻譯的時候 就好像什麼呢 就好像吹號角 被人攻擊 要去防備 打仗的時候 如果 我們不懂得 吹出來的音 我們不知道 什麼音 有人被人攻擊 有什麼要去攻擊人的時候 我們在一個危難的當中 我們不能夠 造成 這個號角 吹出來 要有的作用 意思就是說 如果神給我們 這個謊言的恩賜 但是 我們不會 曉得 一定要有 翻謊言 的弟兄姊妹在當中 才能夠運用 的時候 這些會變成 物不其辱 做不到任何的 我們不能夠防備 和進攻 最後 他用了 我們每個人都有的 舌頭 他這樣說 他說如果 舌頭說一些聽不懂的訊息 我們怎麼知道他講什麼呢 就好像在空中 講空氣 意思是什麼呢 很多年前 我有機會去中美洲做短孫 但是我不懂西班牙文 曾經跟宣教士去到西班牙教會聚會 整個聚會裡面 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唱什麼 在那個時候裡面 對我來說 我不能夠同一個感受 就好像覺得那幫人在空氣那裡說話 然後保羅華這樣的描寫是什麼呢 他說這樣呢 就好像什麼 因為我們聽的時候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我不明白那個言語 但是他說世界每一種的言語 不會是沒有意思的 是有意思的 只是 後面說 為什麼對我們沒有意思呢 他說 如果我們不明白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對於那些講的人 我們就認為他是什麼 就是未開化的人 什麼叫未開化的人 什麼叫未開化的人 就是我們現在看外國佬 很多時候我們叫 我們在香港我長大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些西人 我們不是這樣叫他們西人 我們叫他們什麼 鬼佬 鬼佬 在我們的文化當中 我們覺得這些是未開化的人 但是他們看我們又是什麼 又是未開化的人 他也叫我們什麼 王族 我不知道他用什麼詞 叫我們 意思在這裡 謊言 如果不用得合神的角度的旨意的時候 我們沒有翻譯的時候 只是成為曹人 所以如果只是追求謊言 被別人渴望 哇 彭牧師很特別的 能夠說謊言的 當然是和神很有密切的關係 那時候 只是 縱容了我的私慾 而不是在神的角度裡面 用神給我的恩賜 來去造就神的教會 如果神真的給我 有謊言的恩賜 前面講過 謊言是對神講的 就是說在我個人 私底下 在我靈的生命裡面 我和神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但是這一點的東西 要轉變成為一個能夠造就教會 除了有解謊言的人 之外 在這裡 他對比的例子 但是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切勿 最後一句 第十二節 他說 所以 你們要切勿淑寧的恩賜 就當追求 這個造就教會的恩賜 在這裡講到 給我們看到 原來 神自己的憐憫 在這裡講到 在這裡講到 寶洛華 其實他講到 他自己 比他們任何一位 那麼多信徒 講謊言眾多 但是他說 他寧可 講五句 教導的說話 好過講一萬句 在神面前 天使的說話 在這裡 讓我們認知 不單止要切勿追求 更加要清楚 恩賜的作用 是要造就 不是為了表揚自己 所以是一個愛 你是愛自己 因為愛真偏的弟兄姊妹 為什麼 在神面前 學求某一類的恩賜 然後 十三到二十五 分為兩部分 都是說什麼呢 當我們選擇 神給我們 某一個恩賜 而去運用的時候 我們要清楚 原來神在十四章 荒言 和講道恩賜的裡面 其實 有一定的觀眾 有一定的對象 在十三到十九節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信徒 特別講到 原來神給我們 這個恩賜 是為了信徒 什麼的恩賜 是為了信徒 是為了 他們 能夠 明白 神的說話 所以他在這裏這樣說 他說 如果我們講謊言 一定要求 有翻譯的謊言 如果不是的時候 我所做的一切 其他的人 不能夠跟我共鳴 所以在這裏他說 如果我在這裏感謝 但是那個在座 不通謊言的人 他不能夠明白你在這裏說什麼的時候 他怎麼能夠說阿門呢 這裏給我們看見一件事 就是說 恩賜的運用 是一定在公眾的場合 在在座的 即是說 神給我們恩賜 是與人際的關係當中的 就是在教會 公開聚會的裡面 神給我們恩賜 能夠去幫助 在座 聽得明白的人 所以我們運用恩賜的時候 要以 造就教會為大前提 十三到十九節裏面 整段特別講到的就是 如果我們在這裏選擇 要用恩賜的時候 而神給了我 謊言的恩賜的時候 我要願意放下 這個私人屬靈的經歷 不可以彰顯這件事 而是 寧願好像保羅說 我只是說五句 造就人的說話 所以 十三到十九告訴我們 神給的恩賜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我們選擇用的時候 對於信徒 有沒有幫助 他的作用 能不能夠造就他呢 還是要彰顯 我屬靈的不 與眾不同 我比人厲害 我比人成熟 我比人高一點 這就是哥倫多教會裡面 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一開始講前面四章 都是講到什麼 分爭分檔 就是要標榜自己的不同 所以十三到十九節 很清楚告訴我們 恩賜 焦點是 造成教會得足 謝謝 鄧姐妹 剛才 如果你用心去聽 那個短片的裏面 在最後 快結束之前 拍一個電話響 這個電話響 講到 鄭宇文姐妹 在臨終之前 打電話給自己的媽媽 她媽媽會述 看到我們的姊妹 她選擇 愛的生命在裡面 她曉得 要跟媽媽 講一些 勉勵她的話 她的老人家 沒有太多的擔憂 雖然她不知道 前面生命如何 但是她 首先 電話話 她先打電話給自己的哥哥 有些像 色人 我們主耶穌基督 被釘在十字架上面的時候 向下觀望 看到自己的母親和 約翰 她就跟約翰交託了自己的母親 同樣她跟自己的哥哥說 以後要多一點關心自己的媽媽 然後打電話給自己的媽媽 作用是什麼呢 是 要去造就 安慰 連民自己的媽媽 因慈 是一個工具 而工具裡面 是我們選擇怎麼用 但是用的目的 背後 不是為自己 而是為神的家 神的子民 接著 二十到二十五節 講到 原來 因為 在我們選擇 用恩賜的時候 在這兩個 對比謊言 和講道 的裡面 其實 很大的作用 就是要為了 其實可能有 不認識神的人 他不知道 恩賜是怎麼回事 只是知道 如果我來當中 有人說一些我聽不明白的東西 只是吉利咕嚕嘎嘎嘎嘎嘎 好吵呀 亂了的 有時候我們看一些靈恩教會的聚會裡面 那個第一個回應就是 這幫人 癡了 發了風 所以 好吵 好吵 不能夠堅證 神是一位有秩序 有憐憫 有詩人 講話聽得明白的神 所以在這裏 他說特別的是 要我們什麼呢 他說如果 反之 他說我們在神的家裡 他說如果我們 不是靠謊言 不乃是靠什麼呢 在這裏特別這樣講 第十四節 和二十五節 他說如果有一個未信 或者聽不懂謊言的人 最美的 但是 在那裏是講神的說話 很清楚的先知講到 他說這個的人 他就會什麼呢 會被神透過聖靈 藉著話語 將他裏面 內裏 生命的東西 顯然給他看見 顯然什麼呢 就是他和神的關係隔離 因為罪的緣故 他以後永生有問題 他前面沒有盼望 所以這樣的時候 神的話語就能夠審判 不是說 他是一個怎樣特別的罪人 其實我們每一個都是罪人 但是神的話語 讓他看清楚 原來每一個人 人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 在這裏的裏面 讓他看見 第二十五節 最後他說什麼 將他表露出來的時候 他就能夠降伏在神面前 敬拜祂 說 神是又真又活 而且在你們當中 為什麼? 他聽到神的說話 在這裏 寶羅特別講到二十和二十一節 其實是一個的 他就是 勉勵 今天的你和我 勉勵什麼呢? 就是說 他說叫我們心智上 或者 另一個譯本叫做 思想上 不要做小孩子 但在惡事上 要做嬰孩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 我們 不要 沒有 好像小孩子一樣 我們的思想 行為 經常都好像不長大 為了少少東西 就在這裏 你憎我活 大家就是在這裏 拼命高舉一些特別 好像現在的方言 而 沒有 一些成熟的樣子 好像我的孫 五歲 完全只是看見的是 他要的東西 他想的東西 你得你死你活 妹妹在這裏推開他 他說 我們的思想行為 不像個小孩子一樣 但反而是什麼呢? 坎兒在那些 惡事上面 就是哥倫多教會所說的淫亂 紛爭 結黨 和任何肉體的情慾 他說這些的東西 我們就應該好像個 好像什麼? 好像個寶寶一樣 寶寶是什麼? 天真無邪 這些東西 他就說 原來在我們生命的裏面 神秘的恩賜 我們不像小孩子一樣 賣賣 我的 我要 我喜歡 這 就亂來 應該好像個嬰孩一樣 完全 信服 依靠 像我們 恩典的主 小弟姊姊妹 在這裏 神要我們 認知 愛的選擇 我的選擇 其實在這裏講的是 神給了一些工具 你和我 神每一個人 認識主耶穌基督做救主的 神都給了恩賜 只是在乎 我們有沒有一個切募 緊張的心 要怎麼去使用 為了的 不是要炫耀自己 為了的是要造就天國 裡面的弟兄姊妹 以至神的家 得成長 滿有神榮耀的養成 特別在現今 我們面臨大火 我們面臨疫症 我們面臨人與人之間的不和 在這個情形當中 神要教導我們 怎樣求 這位慈悲憐憫的主 將祂所賜給我們的恩典 的能力 智慧 和恩賜 來活在每一日生活當中 所以求主憐憫 求主恩代 我特別為到 在今天可能在網站上面 第一次或者之前有來過 但是未認識耶穌基督的朋友 我同樣的盼望 今天你聽到神自己的說話 知道其實原來人生的裡面 是很多時候 人有煞事的和福 天有不測的風蜜 實在難以去知道 有什麼是能夠把握 永恆 我們所信的耶穌基督 是能夠幫助你 不是幫助你度過難關那麼簡單 而是幫助你人的生命 有一個永恆的盼望 如果你想認識更多 或者你已經知道 但是你想接受耶穌基督的 你可以在家裡自己做個祈禱 請神進到你心裡面 或者你都可以接觸教會 我們的牧師 傳道教會的執事 領袖們都可以幫助你 所以在結束之前 我也有特別的提醒 如果你是第一次 或者想知道這麼多的事情 你可以到教會的網站 來去查詢我們的資料 所以我們現在 一起在神的面前 來領受主給我們的祝福 願主耶穌的恩惠 天父的憐憫 和在聖靈裡面的團契交通 想與你們眾人同在 也願今天神自己的說話 是能夠造就聽的人 主啊 願你的靈在我們生命裡面來彰顯 讓我們尋求的 是能夠造就肢體的恩賜 我們若然不明白的 求主你給我們 有一個切勿的心去追求 主要在我們當中 有命認識你的 求聖靈親自運行 為罪為義去審判 讓他們能夠呼求 這位永生的主 願恩典 慈愛喜樂 尚與你們眾人同在 從今直到永永遠遠 阿門 再見